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勁飛一錄環節 我世榮又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中會和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一些海外參考指數 高的時候呢? 高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是一些外圍的折扣也好 或者臨場也會看到有直播台 會說一些馬壇前輩就說要排隊馬 通常都是熱門來的 但如果大家看到冷門都指數高的 都可以相信的 隔夜尤其是沒有那麼大隻甲拿隨街跳 另外,如果熱門指數低的那些 大家要小心 臨場如果他都沒有回飛 可能那些都不行 當然不一定是必然的 如果是的,開著這個表玩就行了 不用想那麼多賽馬 但也要對賽事熟悉之餘 也要看看別人的看法 還沒說之前 記得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 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這裏 勁飛一錄的參考指數 就可以給大家免費看到 好了,說到一至十場打橫的 中國數目節 一至十四打直的當然是馬仔 高過85的,我會記下它 看到頭場有兩隻 會不會兩隻都Win? 你也知道不會 所以就是 不是指數高就會贏 或者容易入三甲 而是你要知道這隻馬的能力有多少 尾場還有一隻三號 到時再看看 是堂堂向運頂風火警區 現在馬上帶大家看看 前面 三號八號究竟是甚麼馬 可以見到 頭場三號 咦,我有提示還要放第一 這麼厲害 那些海外專家 竟然跟我看法一樣 選了一隻 沒有限量 做第一船 但很有趣 有一隻莫雷拉的新馬 帶了以瑟 是否真的大了 輸給這個東方飛影 叫做煽露光明 看看這些馬是否可以 我自己就沒有選擇 作為一隻邊線馬 幸好我星期四已經出了 馬迷早晨的片 大家可以看一集 我究竟怎樣說這隻煽露光明 所以我認為這隻光明不厲害 所以就沒有選擇 作為一隻邊線馬 好了 講完之後 尾場究竟三號是甚麼 不太按下去 我告訴你 堂堂向運 潘頓 但是風火警區其實也不差 六號也有他的賠率 八號 八號也有82% 也不算太差 82分 大家可以留意 有時候臨場他們會倒轉 但是這些我來參考一下 好了 別太介意了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競飛一路 稍後還有更多徵手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放過 拜拜 大家也要贏多些 贏多些來做善事 走到這一點 都要走 走到那些人 都要走 走到這一點